今天我们来聊聊晚年杨过的武功究竟有多强 杨过这个角色是金庸笔下第一个开启了科要开挂的主角 此前的郭靖虽然奇遇不断 然而武功却还是以自己练的为主 在旧版中蛇血可以大增内力 但是金庸大概认为郭靖这个角色还是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才符合人设 所以在后续版中蛇血增幅内力的功效就被删除了 这么一来以蛇胆大增内力的杨过就成了第一个科要开挂的主角了 与其他突然之间内力大增的主角不同 其他人如张无忌石破天断玉虚竹都存在内力短时间增长过多 从而实战表现对不上内力定位 杨过从头到尾的实战表现都几乎无可挑剔 也因此大家给杨过起了一个过神的外号 这里就聊聊满年杨过的武功 杨过最开始是和欧阳峰学了蛤蟆功 也就是因为学了蛤蟆功 不小心用蛤蟆功打上了大武小武 才被送到了全真教 最后由于与他的师父结仇 离开了全真教 重新进入古墓 成为了古墓派的一员 进入古墓派 也正是杨过成为武林高手的第一个转折点 进入古墓后 他最爱的姑姑小龙女对他非常好 对他也非常的恨 每天逼他刻苦练习武功 而且每次都是睡韩裕床 这韩裕床对练功非常好 在韩裕床上练习一天 相当于普通人练习十天 这也为杨过成为武林高手 打下坚实的基础 杨过断臂就是他第二个转折点 杨过因为羞辱了郭夫 被郭夫一气之下 砍下了他一只手臂 也因为他才遇到了雕凶 才练就了一身好本领 也就是独孤求败的独孤九剑 在那段时间 他无论是在招式上还是在内功上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此时山虹爆发 神雕让杨过于山虹之中练剑 山虹之中杨过真正练成中剑 尽力招数均再度大进 此时神雕面对杨过中剑的威力 已经不敢直面其风 之后杨过以中剑一剑一个蒙古三劫 先后击败金轮 求千刃 战斗力已经迈入五绝戟 杨过跟小龙女分别的十六年间 在解除了梅花毒后 杨过回到了剑种 尝试修炼木剑 但此时杨过的内功修为已经极高 纵然再度在山虹练剑 也觉得进步缓慢 直到某日大雪 神雕指引杨过在雪中练剑 杨过便已剑锋 以绣锋将雪花全部震开 练了半日 竟然感觉尽力进步颇多 就这么练了一阵子 神雕又拉着杨过到了海边 让他在海潮中练剑 海潮自然比山虹更加猛烈的多 杨过在海潮之中 只觉得潮水四面八方而至 远胜于山虹自上冲下 练了近一个月 杨过木剑刺激之时 便有了潮涌之声 神雕在与杨过的木剑对战 已经不敢以翅膀相接 就这样在海潮中 足足练了六年之久 彼时杨过木剑所发的剑锋 就已足够跟巨浪相聚 杨过的剑已经欲亲则亲 欲想则想 神雕已经接不住杨过的三招两式 此时杨过不只是剑术 其他武功也已经彻底的融会贯通 只练到练武可练 只有内功还能循序渐进 在百无聊赖之时 轻轻一掌 竟将一块岩石打得粉碎 他由此深思 创出了一套完整的掌法 出手与寻常武功大义 便是黯然销魂掌了 创出黯然销魂掌的杨过 已然可以争夺神雕第一高手的宝座 那么在杨过晚年 他的武功究竟能达到何种境界呢 其实金老先生 早就借风轻阳给出了答案 孝江湖时代 虽然距神雕侠侣数百年之久 据考证 孝江湖的故事 大概发生在明朝年间 但金庸先生十五部作品 本就同属一个宇宙 世界观相同 因而江湖武学也是相同 所以风轻阳对武学境界的划分 同样可以运用到金庸先生其他作品中 当日风轻阳 传授令狐冲剑术时 曾提出两个理论 第一 活学活用 是入门条件 原文如下 风轻阳诱导 但以武学而论 这些魔教掌老们也不能说真正已愧上乘武学之门 绝招时要活学 始招时要活使 倘若拒泥不化 便练熟了几千万首绝招 遇上了真正高手 终究还是给人家破得干干净净 第二 无招胜有招 是成为第一流高手的必要条件 原文如下 风轻阳道 活学活使只是第一步 要做到出手无招 那才真是踏入了高手的境界 所以风轻阳对武学境界的划分很简单 要么是二三流高手 要么是入门级别高手 要么是一等一高手 风轻阳对武学境界的划分 同样可以运用到杨国身上 二 杨国的武功 杨国早在二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了风轻阳提到的入门级别 既活学活用 联想数日之后 暗地里恍然大悟 明白诸般武学皆可为我所用 既不能合而为一 也就不必强求 日后灵敌之际 当用则用 事事即使 不必去向其出处来历 也已与自创意派相差无几 剑种之行 便已经逐渐掌握了 无招胜有招的觉知 杨国在剑种所学的重剑之术 这套剑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独孤九剑 问杨国练成了独孤剑法没有 他的武功境界到底如何 金庸 有一部分因为独孤求败 传下来没这么完整 各位朋友再来看看 杨国剑种所学的剑术招式 当晚他进不安睡 在水中误得了许多顺刺 逆击 横削 倒批的剑力 到这时方使大悟 以此使剑 真是无间不摧 剑上何必有风 如此普通的招式 然而周南山一战 杨国却历措金轮法王 尼摩星 尹克西等高手 为何如此 原因就在于无招二字 有些朋友认为那是因为玄铁剑 话说如果不懂招式 凭金箍棒都没用 自创《安然销魂掌》后 杨国真正步入无招胜有招之境 杨国在海边已经完成了独孤求败的木剑境界 且他当年已经下定决心要研究明白木剑圣仲剑 无剑圣木剑招数 且小说结尾他不用剑 而敢用掌法 这一切都在说明 此时杨国已经达到了独孤求败所提到的无剑圣有剑之境 而《安然销魂掌》就是最好的说明 这套剑法 心使弊 弊使掌 全由心意主宰 与独孤九剑的要诀基本一致 从这段文字来看 杨国恋的正是破气室 以至于第九剑破气室 风轻阳只传以口诀和修习之法 说道 此事是为对付身具上臣内功的敌手而用 神而明之 存乎以心 综上所述 杨国中年时期 其实就已经达到了风轻阳口中一等一高手的水平 金庸小说高手年龄越大 功力越精准 所以晚年时期的杨国 武功修为将会真正达到风轻阳三大境界中的最高境界 风轻阳道 那么他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二人达到如何变如何 说不定是你高些 也说不定是他高些 而且杨国后期已经有了许多武功 比如打狗棒法 九阴真经 玉女心经 弹指神通 黯然销魂掌 此时他的武功阿浪绝的 绝对可以排得上五绝之手 用四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地方就是他第一次和周伯通交手 周伯通大家都知道 非常的厉害 差不多是天下第一了 他和周伯通打一点也没有落败的趋势 而且周伯通还夸他武功非常不错 第二处就是杨国凭借着一个钢针 直接将尼摩星给打死了 而且后面黄荣也指出 此人的武功真的深不可测 可以和我爹有的一拼 连黄荣都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可见他武功之高 第三是他用弹指神通救了国夫 黄荣一开始还以为是他爹 没想到居然是杨过 最后就是和金伦法师大战 最后凭借着安人销魂掌 打败了金伦法师 此时的金伦法师 武功也是非常之高 所以说杨过的武功 绝对比之前的五绝武功还高 差不多可以和周伯通打个平手 但唯一的缺陷 就是他遇到了姑姑后 安人销魂掌就不灵了 毕竟这套掌法是要练习者本身很伤心 但其他综合实力依旧很高 其次杨过晚年的武功修为 仍可碾压张三丰 根据神雕侠侣的暗示 杨过在其36岁的时候 其武功修为便可与郭靖 怡登大师 欧阳风等人比接 当然这里不包括 安人销魂掌的超常发挥 众所周知 安人销魂掌这门武功 与其他掌法不一样 这门掌法讲究一个情绪的配合 若心情极为悲伤 则这套掌法发挥的功效便会越大 除此之外 作为一个卓越的江湖侠客 杨过的武功修为 集成了东邪 西渡 北盖 北侠 周伯通等人的绝技 凭借如此之多的武学修为 实力碾压张三丰一点都不夸张 还有一点 就是在倚天屠龙记中 已有百年修为的张三丰 曾言自己当时的实力 与郭靖杨过差不多 也就是说 百岁的张三丰 武功修为才能比肩36岁的杨过 大家想想 孰强孰弱是不是很明显 综上所述 晚年杨过的武功虽然没有战绩 但是绝对要比张三丰高出很多 这样的实力也要比郭靖高出一些 打遍天下无敌手 或许这才是杨过隐居的真相吧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